俗哥说电影 不知道你们能听懂 今儿给大伙聊一部英国的恐怖片 黑森林 影片一开场 忧郁哥正跟几个朋友在酒吧限制单 大家决定在休假的时候 到挪威和瑞典交界的一个鸟不拉屎的地溜达一圈 几个人在往回走的时候 路过一边的店 忧郁哥和炮灰哥进去买东西的时候 突然看到店员正逼青连终地 躲在角落里瑟瑟挖斗 这个时候 两名抢劫犯团出现 天生胆小的忧郁哥一看见当下 就是猛的一掺 急忙躲在了货家的后人 炮灰哥由于反应慢点被劫匪一看见 刚开始双方的交易还是比较顺 劫匪要什么炮灰哥给什么 最后双方因为炮灰哥的婚戒 闹得有些不愉快 眼瞅着炮灰哥倒在了血泊之中 忧郁哥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转场之后 忧郁哥从梦中醒来 按照之前的约定 他跟另外三位好友来到了瑞典的北部远租 四个人来到山顶 用简单的仪式祭奠了之前挂掉的炮灰哥 此时此刻心情最复杂的就是优宇哥 如果当时他能勇敢的站出来 大声的对犯罪分子说不 那么这会儿炮灰哥在那边也不会那么寂寞 四个人在返回旅馆的途中 小眼镜不停扭伤了腿 为了缩短回程的时间 毛弹哥绝能超近的 刚开始还没事 可走着走着就出事了 优宇哥无意中一抬头 看到树上挂着一只被开膛破肚的字幕 有人说是自杀 有人说是他傻 四个人分析来分析去也没分析出个屁 优宇哥说这玩意儿的血还没凝固呢 说不定凶手就在不远处 此地不可久留啊 赶快走 天黑之后下起了雨 优宇哥在树上发现了一些奇怪的符号 看上去似乎是一个不祥之招 随后四个人发现了一个废弃的小木屋 大长脸顺着楼梯来到二楼 看到了一个无头的稻草人 大长脸说这应该是一种古老的巫术 凶兆啊 估计要有人叫粪炮 小眼镜一听当时就吓了尿 说看什么国际玩笑 甭胡说八道啊 睡到后晚夜 几个人都出现了幻觉 优宇哥不仅回到了之前的超市 而且身上还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几个奇怪的符号 毛蛋哥被瞎叫 小眼镜自言自语的在那胡说八道 而大长脸则光着定 跪在稻草人前不停的倒倒 四个人出门之后 发现面前的树上刻的全是那些奇奇怪怪的符号 毛蛋哥说不能再往前走了 咱最好远路返回啊 这个时候小眼镜做出了一个致命的决定 非要沿着一条来路不明的小道继续往前走 哎呀 小眼镜不叫小眼镜 叫作似小能手 大长脸说那屋子里肯定是幽鬼 毛蛋哥说咱都上过大学 能不能不信谢呀 什么鬼啊神的 全是封建民信 几个人又往前走了一会儿 小眼镜说不行了啊 腿疼得要命 我是一步也走不动 优宇哥跑到坡上去观察情况的时候 突然发现了一只上古神兽一簧物件 这哥们当下猛的一颤 急忙跑回去跑去 小眼镜说什么怪力乱神的 你呀就是一怂货 那天炮灰哥死得那么惨 你居然连屁都不敢放一个 小眼镜这种往别人伤口上撒盐的行为 确实挺不厚道 优宇哥一听可气的不清啊 上去一拳就把小眼镜给打擦了 晚上睡觉的时候 优宇哥做了一个噩梦 哎呀 这真是哪壶不开替哪壶 优宇哥的心情就像打翻了醋瓶 酸的不行啊 当他醒来的时候 大长脸的一声声惨叫 可怕他吓尿 他爬出上方一看 发现毛蛋哥不见了 大长脸说那上古神兽 把毛蛋哥给掳走了 这个时候 毛蛋哥凄惨的叫声 突然从森林的深处传了出来 三个人寻声而去 可什么也没发现 第二天的一早 哥仨正瞎悬末的时候 突然就看到了 被挂在树上的毛蛋哥 难受归难受 但也不能在这个地儿多待 三个人把毛蛋哥的尸体 用树枝盖好之后 急忙离开了这个世卑之地 可是过了没多久 这大长脸又被上古神兽给掳走了 优宇哥下的荒木走路 一头就撞树了 这个时候那个便利店和炮灰哥 再次出现 伤疤一次次的被揭开 疼得优宇哥是呲牙连嘴 优宇哥和小眼睛在逃跑的过程中 看到大长脸也被挂在树上 两人一路跌跌撞撞 刚跑进一个土著人的小木屋 就被人给做蒙圈了 当优宇哥醒来的时候 发现他跟小眼睛都被人给控制 他透过缝隙往外一看 发现这些土著人 似乎是在筹备一个献祭的一事 就在这个时候 几个土著人走进了房间 慈眉善目的李大妈 先是给优宇哥喂了点水 然后扒开领口露出了风鱼的塑胸 优宇哥一看 发现李大妈跟自己一样 胸口都有那几个洞 这小眼镜可惨 由于身上没有内部人的符号 不仅没有混上水喝 还被人胖揍了一顿 这个时候 会说英语的金发妹 替这个油灯出现 金发妹说大哥 你是自己人不用怕 他们是在为献祭做准备 这小眼镜被折磨的时间可是不短 优宇哥这都睡得一觉了 小眼镜才被人拖回来 第二天的一早 小眼镜被捆在了机台上 等待着上古神兽的明星 要说这神兽的架子那可真大 这天都黑了人还没来呢 小眼镜说这什么情况 不行先给我来点饭吃 正说着呢 神兽突然变成小眼镜的老婆的样子出现 这小眼镜还没来得及 跟老婆去旧呢就留了头发 优宇哥说那什么玩意呢 金发妹说那哥们是洛基的私生子 属于巨人族 我们之所以崇拜他 是因为他能够让我们永生 你加入帮派的仪式一会儿就开始了 等会儿你必须跪在神的面前 不然他会把你挂住人 优宇哥说为什么选择我呀 金发妹说因为你的痛苦很深的 为了逃离此地 优宇哥首先放了把火把房子给点着 然后又把对自己有滴水之恩的 李大妈给总共权了 经历了这么多 优宇哥再也不是以前的那个总货 他现在不仅要为自由而战 同时也要为自己的那三个朋友报仇 影片的最后是优宇哥和神兽的一场巅峰对决 优宇哥砍了神兽一斧子之后不敢恋恋 急忙虚晃一刀擦子了 看完这整部影片 我们还是来说汤诗压子 做人千万不能怂 但也不能瞎唱的 光棍如是眼前亏 能屈能伸是跳龙